最近有不少华人民众都在这个社群媒体的群组里头收到了抵制SB82提案的呼吁 原文当中呢更是着重强调了基本上嫌犯抢东西 如果你没有被打死警察就不会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这份提案到底对现有的抢劫犯罪做出了哪一些修改 背后的动机又有什么呢 本台记者特别连线了知名律师刘龙珠向您解答 为什么华人一定要奋力反对这项提案 首先这份SB82提案到底在讲些什么 从文字一意义上理解该提案重新对抢劫偷盗犯罪进行定义 如果不发者透过强迫或恐吓获取他人钱财 并且在违法过程中未使用致命武器或是造成重大人身伤害的 且犯罪金额小于950美金 那么将被定义为轻度盗窃 为此本台记者特别连线了知名律师刘龙珠 刘律师更是一语道破 这份提案不仅仅是在降低犯罪成本 而且是在变相的鼓励犯罪 理解提案还要了解背后的原因 这份看似极不合理的提案 立法者又是出于什么角度 不惜牺牲民众安全的代价而提出的呢 他背后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省钱 加州监狱的犯人有将近10万 9万4千多个 那么这9万4千多个里面有一半 4万7千个 那么跟这个盗窃 跟这个抢劫 跟弱势抢劫 都是有关联的 就换句话说 如果法案通过 之前如果是以6年9年来判 那么现在呢 要重新省过 换句话说 如果就不到最多是一年 他们就早点出来 加州就省钱了 一向被视为温和且不惹是非 遵纪守法的华人族群 往往是这些不法分子的袭击对象 正如刘龙珠律师所言 一个身强体壮的劫匪 如果想夺取年长老人的钱财 根本不需要使用什么致命武器 那么这份提案 目前已经进展到了哪一步 华人群体又该做些什么 来防止犯罪率的进一步攀升呢 他还在参议院讨论的阶段 参议院还没有通过 参议院通过的标准 这条具体法案来说是三分之二 就换句话说40个席位 只要27个通过就会通过 这是第一步 参议院通过到众议院 众议院80个席位 要54个通过 众议院就会通过 然后州长签字 那么这个就成为法案 那么现在第一步还没通过 华人如果不想被任人宰割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声 要折腾 要呼唤 要游行 要上风下降 要突破乱飞 像我现在这样 如果您对该提案 有任何想法和意见 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络 但台记者也会持续关注 该提案的进展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